柱女座在今个农历三月是在延续上期的好运 首先,你们本身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的毛病 尤其是心脏血管或者血液的毛病 今个农历三月,绝对建议应该快些去做一些治疗 尤其是入侵性的治疗,包括开刀做手术 或者简单,针灸,推拿,这些都算是半入侵性 针灸当然是入侵性的,但是推拿,或者是什么拔罐 总之治疗手法越激烈会越好 就可以帮你们去更致这些问题 还有,真的不要再拖了 这次白云座新月,对你们来说 它可以带给你们的幸福是非常之大 那就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另外,如果过去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 你们是有申请了一些loan的,或者是一些不像tax refund 或者是一些financial aid 那未来都会有机会有消息给你们 就说终于可以给你们这个relief 那就不用那么担心,是令到你们可以松一口气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是给你们一个希望 就算这件事可能会有些delay 但起码你们知道美丽在旺 人生就会有点光明了 到最后是令到你们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经常说,全女座是工作狂来的 赚钱狂来的 那接下来这个白云座新月 其实真的带了很多工作给你们的机会 然后这个工作,放心 它不会令到你白白付出的 不会有奴而不获的情况 总之多劳多得 是的,你很辛苦就会得到世间财 OK 这个是今次白云座新月 宇宙对你们的promise OK 尤其是如果你们是做一些 比较entrepreneurial的工作 即是你们自己去做一些自顾 freelance这样的事情 OK 是的,如果你们自己去创业 OK 那就真的会很容易得到 可能很快 你们这个业就可以生财 那些人就真的好 肯定会去买你的东西 肯定会去光顾你的生意 OK 还有,说真的 如果你是去创业的话 其实你也不凡去考虑去找一些 business partner 是的 因为今次这个新月有点点特别 OK 牵涉了水星和金星下去 所以如果你找一些人跟你一起去合营 也都未尝不是一个 这个 差的 哎呀,这个未尝不是 我不太会用 这个据食 OK 即是它也可作考虑之列 是的 即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好的念头 OK 那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想毒食的 OK 你想毒食整个肥猪肉 是的 因为既然你知道 我都跟你说了 即是别人很肯会给钱光顺你 是不是 那你就自己去搞 但是如果你的财力 OK 不能够去 sustain到这些东西 OK 即你不能够去afford到这些东西 OK 那 你便去找人跟你一起去做一个 joint venture 这样 OK 好 如果你没有去到一个这么厉害的 level 是的 你又不是说要去搞一个 business 但是我当如果你是那些 slasher 你有接开一些小小的不同的 jobs OK 那也都很多人呢 会肯去给一些不同的 jobs OK 首先因为你那个明星好 是的 尤其是可能过往你们做了一些成就 在这个业界内都开始有少少人认识你了 OK 那现在呢 他们会肯再给一些新的机会你去尝试 还有好就好在呢 他们可能会几阔 OK 就是说呢 他们不需要说啊 你做完才给钱你 是的 或者都不需要说给定金 到搞完之后才给完美数 他们可能因为真的很信得过你 就 哎呀算了 我一开始就给100% 给了钱你了 你跟我搞吧 我们讲过信字的了 是的 所以你会有一些这样的 就是开心东西 是的 还有真的 几可会有人肯先pay给你呢 是不是 是的 但是 你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幸福 那就恭喜你们了 当然是顺风顺水了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星运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B, YouTube 都记得要点击开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单 说真的 我塔尖云林星运呢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面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时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那些盘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都真的有尖星司 是会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它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迹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法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晚月 但是今天开始呢 为了令我的这个星运更加之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也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呢 在我弄了星运的影片之后 provided 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银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呢 就会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挂